欢迎大家回到今晚的《恩典时刻》时代论坛的时间 我是今晚的主持罗文威 在近日传媒发现了香港的公共图书馆将一些书籍下架 怀疑这些书籍有损国家安全 当中很有趣的就是包括有武俠小说评论 有爱情文学 甚至一些官方认证过的回忆录 连神学信仰的论述也有一些 后来我们大手就表示虽然这批书在公共图书馆下架 但是市民依然都可以在私人书店购买 而有中学老师就在网上发起了收集这些下架书籍的清单 希望大家都有一些资料去参考 现在在电话另一边我们就请来这位老师 宋楚安老师在电话另一边 Hello 宋老师你好 Hello 大家好 是的 宋老师 你作出这个呼吁 呼吁收集这些下架书籍的清单 有没有收到什么反应 其实是有的 陆陆陆陆陆都会有人透过网上的搜索书籍 就会给到一些真正下架的书的书名 当然也会包括作者和出版社的资料 大概现在有多少本读呢 如果你说是真的公开参与的话 其实现在也有十多本在这里 嗯 你这些还会再核实的 好像是吗 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就是 如果是公开去给大家填的那部分 就没曾做事实询的 但当然了 如果你说将来真的要去到 确定那些是真的下架的书 那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会做事实询的 哦 是 因为我看到 因为你几个清单都在网上都找得到的 因为都是公开收集 现在的数字就去到298 即近300这个数字 那听你刚才说 就是有些公开填的部分的数字 就会是有些不同 其实在处理上 你会怎样处理的呢 其实现在就这样看 就是公开填的那个部分 就其实有部分的书籍 我一看我就知道 我之前就是那200多本书里面 其实已经是有在的了 那些既然是重复的话 那就可能就真的删除了它 那已经OK了 就有一个记录在那里 但是就是 假如你说是新填入来的书 有一些在原本 就是接近300那个清单那里 是没有的话 那就真的会再在这个 公共图书馆那个程式那里 可能再去找一找 是不是真的没有 那假如真的没有的话 那其实就将 现在公开填的那个部分 就是搬回到代表的那个部分那里 嗯嗯嗯嗯 所以其实可能你自己本身 都已经有一开始的时候 整理了一部分 然后有些公开呼吁的时候 也有些网友 就是主动再填上来 你会再去核实 那令到这个数字 就会是 就是一路的 就是资料是收集出来 那就是整个运作就会是这样 是不是 是的 是 那现在在这边 接近300本的书 其实就是 就是有没有一些的 类别是 就是就是你会分到出来的 就是你作为一个 就是使用公立图书馆的市民 公共图书馆的市民 你觉得 可不可以从这些的类别 就是都理解到当局 在国家安全方面 其实这条红线是在哪里的呢 其实我相信大家 很多都会看到这个情况的了 是如果是一些很政治类的书籍的话呢 基本上是第一 就是它国安法一出之后呢 第一批开始消失的 就是一些和政治类有关的书 而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这个政策是很维持的 就是一直下来呢 都是针对着这一批书 只不过 在国安法一出的时候 就是可能 和2019年相关的那些书呢 就会先下架 那来到这一刻 大家会发觉不是2019了 连1989那些书都下架 那但是假如说类别的话呢 其实就是很 就是这个是维持的 但是呢 来到2023呢 你会发觉 就是可能你刚才开播的时候 都说过了 其实开始有一个对人 不对事的情况 就是你看到那些武侠小说评论 甚至乎一些的施杂 那些游记那些 都下架 那些呢 就直接是 就是针对着个别的作者 嗯嗯嗯嗯 你觉得这个这样的变化 就是似乎刚才你用的字眼 就是对人就不是对事 那这样的那样的那 那其实对于公共图书馆的使用者来说 其实的影响会在哪里呢 這個有少少涉及到圖書館哲學 其實圖書館除了收藏知識 要求學問的人去找參考之外 一個公共的圖書館其實也應該是一個 我們說是集體記憶的一個儲存空間 因為其實你寫任何一本書 一定有它的時代背景 變成每一本書的出版一定是反映著那個年代某些事情 現在有一些跟某件事情背景的書籍消失了 也有一些是來自某個時代背景的人消失了 最直接會出現的就是可能去到20年30年之後 我們的下一代他可能真的未必知道吳靠儀是誰 他未必知道原來我們曾經有一個記者叫做歐嘉倫 這件事其實很不理想 似乎集體記憶裏面有一些東西就會動了 變成未來的香港的下一代 想了解這段時候香港社會的一些討論 或者一些人物似乎就會困難了很多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之前提過 公共圖書館就需要確保館床沒有不當的內容 審時的原則就包括館床有沒有違反香港法例 有沒有傳播不符合香港利益的訊息等等 但是市民仍然可以在私人書店 購買這些在公共圖書館下左架的書籍 宋老師你覺得靠民間社會本身的力量 其實能夠容納到這些書籍呢 很難 很難 唯有在公共圖書館才有這樣的資源 可以去收藏這麼多的書籍 也可以用這麼多的書籍 可以在不同的人手中流轉 你任何的社區上面的書店也好 甚至乎二手書店也好 其實你只能夠做到就是賣書 而賣了的書 如果你出版社不加印的話 基本上你賣完就是完 而那本書落到某個人的手上 你不能夠保證或者不能夠強求 那個人一定要拿那本書出來 那麼變成其實有一批書 可能就是你會發覺 是的 理論上特首說市面上可以賣到 但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 但是一個情況就是這些書的資料 有一些都可能仍然可以在網上 是可以找得到的 譬如說個別的郵寄 或者是一些回憶錄的章節 那其實保存實體書 你覺得今時今日的意義會在哪裏 我想如果做學問的人就會很清楚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網站 仍然是你在做Protation的時候 你是不可以直接去引用的 那麼在網上我們說的資料 這個揮發性是會比較高一點的 因為很容易是會被人去改動的 但是如果是實體書的話 至少我們知道它被改動的機會是小很多的 那麼這個就牽涉到 因為今天的書籍其實就是明天的歷史 那麼如果你說今天就是網上 即使這一刻是有這樣的資料在那裏 你難保下一刻會不會被人刪改 或者直接是整個網站移出 實體書印了出來就實實在在 就是可以讓你去參考的 那麼我想其實那個價值是很不同的 在這一方面 特首這次的說法其實還有另一重的意義 都值得留意的 我覺得就是說在香港官方和民間社會 都會對一些言論的看法似乎是可以有所得不同的 最起碼公共圖書館不會有這本書的 給你借得到 但是你在市面上一些私人的書店 依然都可以賣到這樣 官方和民間社會對這些言論的看法 似乎是可以有所不同的 你覺得這個距離對於本地的民間社會來講 有沒有什麼意義呢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真是被人去摸索 究竟政府條紅線在哪裏 政府他對自己的藏書也好 各方面也好 可能有他的要求 國安法底下他可能要做A要做B 但是現在特首這麼公開地說 圖書館就不可以收這些書 但是你私人買賣就可以的 究竟他這個可以 是有沒有時限的呢 是今天可以 但是可能若干日子之後就不行 還是說我今天說了可以 只要沒有法例 即是沒有人修訂過法例的話 就什麼時候都可以 我想其實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那裏 民間有空間去摸索的 但是究竟我們香港人 有沒有那個膽量去摸索呢 我想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似乎都是當你去到民間社會 有沒有膽量這個問題的時候 都不是純粹只是說是 這個群體的問題 就是每一個人都要問回自己的心 到底去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值不值得呢 我想這個都是大家 當要去考慮買一本書 或者是去保存一些資料的時候 其實都是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我猜這個問題 當然如果你聽眾家裡有私人藏書 故自然可能要想 但是也對於某些個別的社區組織 可能有些小型的藏書局 或者是飄書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圖書館 這個似乎都是一個問題 大家需要問的 宋老師是嗎 是的 飄書 理論上就是有一個人 擺了一個地方出來 裡面有些什麼書 如果是最傳統的看法 應該就不用管的 總之有些書是他放在那裡 然後有人拿走 就是的 但是現在你突然之間說 你公共圖書館有一類的書 是真的不放得出來的 那你作為飄書局的那個主人 你是不是真的都要看著那些書 就在你的飄書局裡面 有沒有什麼書 其實本來圖書館就應該有 但是現在下了假的呢 那究竟做飄書的那個人 怕不怕這件事呢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來的 那如果自己怕的話 就真的都比較無奈 嗯嗯嗯嗯 整個時代的環境 令大家的考慮都有點不同 事實上宋老師 在你發出了這個 呼籲大家收集這個 公共圖書館下架書籍的清單 這個呼籲之後 我們都留意到 有一些媒體都訪問過你 就是去做一些報道 那樣的 你自己有沒有收到一些朋友 或者是網民給你的鼓勵 建議或者是忠告呢 其實忠告就真的比較多 但是出於善意的 出於善意的 都會提醒我就是說 尤其是 就是 當我接受訪問的時候 叫我小心真的 不要說太多 要注意自己安全 這個也是事實 嗯 但是我又 我自己很樂觀地看 你可以說我自己欺欺欺人 其實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其實不反對我這樣做的 其實都已經是 對我很好了 我覺得 不是出聲反對 只是從旁去看 我都覺得是很OK的 嗯 嗯 你自己呢 你自己的評估 有沒有擔心 因為剛才提及過 就是 其實那條紅線 在哪裏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都會 是 未必是很確定的一件事來的 就是今天是這樣 但是到那段時間之後 會不會不同了呢 其實都 沒有人有水晶球 可以這樣看到的未來 你自己的評估 你有沒有擔心自己的未來 就是 國安紅線會影響到你自己呢 其實 告訴你不擔心 是假的 但是我想就是 有時候 有些責任 不是說 因為自己擔心就不去做 尤其是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教書的人 我是一個老師 那麼 其實會很體會有一些書籍的消失 其實就真的影響著我的學生 這個社會的下一代 怎樣去到求學問求真相 我覺得 就是當你去到這個位子的時候 就是我自己 不代表所有老師的說話 我會覺得 在這個時候 我不是說要反對政府什麼什麼 但是至少 我現在就是叫做 只是收集書名的 讓我們的下一代知道 其實還有一些東西 可能他們這一刻 在公共同書館找不到 但是 如果他們要找的 他們可以嘗試 去到從其他的途徑 去到發掘真相 嗯 或者好像特首所說 去這個私人的書店 嘗試找一下 看看還可不可以找到那本書 可能這也是一個辦法 是的 你自己呢 你自己譬如說 在這件事上面 有沒有下一步計劃 打算想怎樣做 其實暫時真的沒有的 就算現在 就是 一路的書單 是一路去增加都好 說真的 我不會有人力 不會有財力 真的去到 就是大量去收購這一類的書 就算我是二手書店都好 我也都很相信 沒有什麼 哪間二手的書店 是可以 就是花這麼多心思去做這一件事 至少是為歷史留一個紀錄 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有些東西 你有書名在這裏 有些記錄在這裏的時候 你就嘗試去到 就是將來有心的人 就嘗試去找這些書出來 嗯 嗯 我們都是一個基督教的節目 就是就著這段日子 就是你在發出呼籲 都收到有些的回應 或者是中谷 也都有很多的媒體去訪問你 去到現在這一刻的時候 就是你和上帝聊天的時候 就是講祈禱 其實你這件事是怎樣擠到討告裡面呢 可能很搞笑 但是我真的是這樣講 以師貼記 以師貼記呢 當末底袋和以師貼聊天 叫以師貼想辦法去救 救以色列民的那個民族災難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 他就問 看知你得了你皇后的位分 不是為現金的機會嗎 然後以師貼中間夾了幾句 就說有金色啊祈禱啊 這樣 然後有一句說 拿藥死就死吧 嗯 我將它少少 就是套用在自己的那個 就是個人的處境上面 看知你得了老師的位分 不是為現金的機會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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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不會真的死的 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落在我身上的話 上帝看著 嗯 嗯 你這個分享令我想起另一段聖經的章節 就是耶穌在赫西瑪利園的時候 那他的討告就是 啊 上帝如果可以的話 就麻煩你拿走這個苦杯 那樣 這個就是從耶穌當時 作為 他是人也是神 當時他在人間這個經歷的時候 他也都擺出 因為跟上帝聊天的時候 都有這個這樣的討告 那當然他最後他也說 就是這個 不要照耶穌當時他自己的意思 是照天父的意思 那樣 前路是怎樣 我想我們不是人自己完全可以掌握的 但是當我們在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 是否值得有價值去做 而是在我們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多少 的確的 就是可以在一個討告裡面的時候 就是能夠跟上帝說 也都看一下 跟上帝在一起 在前面的時候 怎樣一起的 開創一個新的一個空間 那我想這個都是 就是今時今日 就是宋老師在做的事情 也是我們在這個聽眾 就是恩典寫的聽眾 我們可以在討告裡面紀念你的時候 都可以擺上這個這個討告 那麽多謝你先的宋老師 那麽我們都在寧的日子 都希望繼續在香港的這個集體 這個記憶的事情上面 都希望大家都看一下 可以自己的崗位上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位分 那就看一下可以做到多少的事情 那麽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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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多謝你